早上,威爾斯的就餘情況 來自家,威爾斯的疫情 未來會期待,威爾斯的就業情況 非常嚴格,恐嚇到咬起來 在美國,威爾斯的就業情況 因為疫情影響,威爾斯的就業情況 很久都不太好 很多大企業都熬得很辛苦 甚至乎有些很出名的公司大公司都收拾了 相信要有一轮才可以復原 虽然现在疫情应该看到是迫向尾声 但是各行各业都要一些时间去修復 李先生说是做修理设计 根据我的看法就是在威尔斯 室内设计也不是那么流行 因为英国人或者威尔斯人 他们多数喜欢自己设计家居的人 喜欢自主 也不会多花金钱被人去做一些所谓室内设计 当然有钱人或者一些豪宅大屋都会 但一般人都是不会这么做的 他们比较贱劫一些 所以我相信你先生或者过来都很难找到本行做修理设计 所以你们两个就要有心理准备 就要先吃老本 因为本地人虽然经济开始复苏 但是找工作本地人也不是太容易 这样来说现在看到物流或者做外卖店 应该就比较长做长有一些 现在看到威尔斯的工作机会也不是说没有 因为有很多生意店铺都开门了 他们也需要一些人手 但主要都是一些手作仔 就是下手下脚做 因为那个网上购物 现在因为那个疫情就令到更加流行 很多人留在家就叫做online shopping 所以送货这些工种就特别多 另外有清洁各样的东西都有 其实找一些part time 找一些收入并不困难 这样来说如果你想保证那个收入 和保证那个生活安定的话 以我在这里这么多年做了外卖当三十年来说 如果你是有些本钱的话 其实做一个中国外卖店 或者做一些不可中国其他类型的外卖店 其实是可以考虑的 至于外卖店的售价 通常都是和那个生意成正比例 不过好生意的外卖店 可能原因是差不多一定是要邀请一些长工来帮忙 而这些长工是要包住公司 而这些长工是要帮类人的住 这些长工是要认回就被人住 这种店铺就是忙到死那种 虽然赚到钱 但非常辛苦 而且在招职人是比较困难 因为那个打黑工 政府很厉害的 如果你请黑工的话 就是一个要罚20,000英镑 如果有些人像你两夫妻 两夫妻又没有什么经验 或者在香港也曾经做过这行 其实可以找一些生意没那么好的外卫档来做 一般外卫店都不用请长工 还有开店所要的费用也不用太多 因为如果两夫妻做得好 其实都不只能找到两餐 可以养一部车 亦都可以每一年去一两次旅行 都一定没有问题 一般如果比较好生意的店铺 我想以南威尔斯计 如果一星期的生意收入 有大约4,000磅或以上 售价就不会少过250,000英镑 就是大约250,000至260万港币 但是如果生意没那么好的 大约是2,000至2,000多磅 售价都是由150,000至200,000不等 这个售价就是买freehold 即是买断的,不是利手的 外卫档通常是在上面有得住 下面做生意 如果买得到来做可以一次过解决收入和住宿的问题 而且两夫妻一家人就可以互相照顾 即是说老公走去打工又要周居劳顿 只剩下老婆在家 一家人就可以close一些 可以互相照应 如果资本是没那么多的 当然就可以买下leasehold 即是租费 不要买freehold freehold一定是贵的 那你leasehold 也是讲年期 例如租约年期有多少 租约年期越多 当然费用价钱要高些 亦都是要看生意额 那家店铺有没有生意 一般来说 起码一租就要十年八年 否则你归不了本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是一次过 首先要付一筆顶手费 至于顶手费要多少钱 那就是理由 你和那个业主自己谈 通常都是二来三十千到几十千不等 就是侍徒那家店铺租约要多长 卖给你和那个生意额 那其实呢 现在做这个外卖当 已经和以前是不同的了 以前呢 因为那些人呢 就是 就是看得到的钱质 比较紧要一点 那真是由朝做老客 做不停的 就是很辛苦的 但是你现在做外卖当的来说 就是因为疫情影响 其实呢 很多店铺 包括外卖当的 那个开门时间都是减低了 好像我做开这间那样 那算是呢 那其实一个礼拜 都是开四至五天 那我 没退休没买的时候 都是做五天的 每天都只是开当 营业时间 就是四个小时 那四个小时以外 当然有一些 准备的工作 那都只是花大约两小时 二至三小时就可以了 那我开一个礼拜开五天 每一日生意 就是经营的时间 是四个小时 那我的收入呢 就是生意收入 每星期呢 都有大约有2300至2500磅 那以我们两夫妇 那时候过来呢 那真的很艰难 因为是没有带什么钱过来的 我记得呢 我那时候都是带着500磅过来的 所以那个生活都挺艰苦的 因为没有钱的 没有钱的 要赚钱的 所以就要努力一些 做事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但是你现在因为呢 就很多移民 BNO过来呢 他应该手头上都应该有一笔钱的 那就买了铺之后呢 手头上都应该有一些cash 那就其实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工时 就是工作时间怎么那么长呢 而且就是生活的态度 都应该是比较要 我们就要调节好一些 因为始终来说 移民过来呢 就是大家那个目的呢 第一个当然是 5加1就拿到那个公民资格 就是成为这个英国公民 所以这六年呢 就很紧要的 就是大家呢 就是大家呢 和那个生活方式 生活条件 和大家的家庭的那个 关系和谓呢 其实都很重要的 所以来说呢 我常劝那些朋友呢 就算工作都好 就算买到一家外卖当做都好 就是不要放那么多时间 下去那个店铺 只要呢 围肚皮 有些少盈利 大家的收入呢 就稳定 可以支付呢 一般的正常支出的话呢 其实都可以的了 所以呢 现在呢 就做外卖当 应该就比我们呢 当年呢 就是他条很多的 可能因为我是经营外卖当 经营了一整二三十年了 所以呢 就 我也是觉得呢 如果是 就是 不怕 就是 做生意的话呢 其实我是 就是建议呢 就是 过来的香港朋友呢 真的可以呢 真实考虑一下 做一间外卖当 来 找生活的 因为呢 这一种呢 除了是 找 钱之外呢 找一个 生活费之外呢 其实呢 也是一种投资来的 因为外卖店在英国呢 可以说是一个 永恒不灭的一个 一个 生意来的 就是 永远都有的 只是呢 看看你是怎么经营呢 买些什么食品呢 而已 那你现在呢 外卖当呢 很多 就是比较 下一代接手做的呢 都搞得有声有色的 就是比较 就是 摩伦一些 和呢 那些菜式呢 都比较 就是有些改良的 就像是Fusion菜 那样的 所以这一行呢 是有前途的 就算你自己不喜欢做 你将来租给人做 或者你买出去呢 一定是有这个投资呢 一定是有回报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呢 就是 用心 就是想一想 可以考虑一下 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 经营这个外卖生意呢 在这两年的疫情期间 是从来没有停过的 因为呢 这个英国政府呢 是容许这个外卖店呢 在这个疫情爆发的 那个期内呢 是继续经营的 所以呢 外卖当这一行呢 是不用忧虑呢 是因为呢 再一次疫情爆发呢 而是要停顿 或者是没有生意做